ATM语法卡牌根据语法的八大雌性 使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分类区分 在您教授语法时 语法卡牌可以进行多种抑制游戏协助教学 如钓鱼、心脏病等 下面为您示范第一种游戏 首先从八大雌类中抽取若干张卡牌 将其打乱、混合 以顺时针的方向向每一位参与游戏的学生 分发五张卡牌作为基础卡牌 当学生发现手中的卡牌有相同磁性 且可以识别其发音时 可以将这手中的两张卡牌扔出 之后 学生将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各自领取卡牌 当其发现领取的卡牌与手中剩余卡牌 为相同磁性 并且可以识别其发音时 可以将其扔出 如若发现领取的卡牌和手中卡牌 皆为不同磁性 或者学生无法辨别其发音时 需将此卡牌留在手中 等待下一轮领取 该游戏可以锻炼学生 对语法的不同磁性的归类 以及温习单词发音 若干次循环补牌之后 所有参与游戏的学生中 剩余卡牌最少者为获胜者 第二个卡牌游戏名为钓鱼 类似于我们的电脑游戏连连看 因本次游戏共有四位学生参加 我们采取4乘4共16张卡牌的形式 也是将八种不同磁性的卡牌 混合摆放在桌上 从发牌者开始 顺时针依次任意掀开两张牌 当学生打开的两张牌 为同等磁性 并且学生可以识别其发音时 可以将这两张卡牌 拿走作为自己的收获 当打开手机的卡牌为不同磁性 或者学生无法识别发音时 学生需将卡牌再次翻回至反面朝上 该游戏不仅可以进行不同磁性的语法学习 以及单词发音的温习 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记忆力 当桌面上卡牌剩余为0张时 手中卡牌应以最多的学生为获胜者 第三个游戏名为心脏病 你可以选择将八大磁性的卡牌混合 或者是选择同一种磁性的卡牌放在桌上 学生顺时针轮流翻牌 当翻过卡牌 第一个可以识别 并且将该单词正确发音的学生 可以用手拍下该卡牌 并拿在自己的手中 若干自循环之后 手中卡牌最多的那位学生为获胜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